SAM哥, 你醒了嗎?不用怕 這裡不會有人騷擾我們 不是你 十八年前在大西洋和我們宵夜相 你八個人就是你? 是呀 SAM哥 我們大聲咬出來吃, 你有空就來 你去燒東西吃嗎? 我來了 為什麼這麼多年你都認不出我 你突然會記得我? 我是不是留下了珠絲馬跡給你 我真的不小心 你到底想要抓我? 不是, 你別誤會 我不會傷害你 不過你現在認得我 我沒辦法不敢做 你什麼意思? 喪屍、鬼仔、強太、駕倫、公婆 都是你殺的 你是不是想殺我? 你怎麼跟他們呢? 他們是該死的 他們有什麼得罪你? 他們沒有得罪我 我是想幫你而已 幫我? 是呀, 因為你也幫過我 從小到大, 其實我也沒有朋友 他們只會笑我, 說我愚蠢, 叫我賴屎仔 其實我叫賴郭明 不過沒人記得 他們只會合起來玩我 每次都玩得很開心 我每次被人玩都沒有人來救我 只有你而已, 只有你肯來救我 我知道你可能連我的名字也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不要緊, 我已經當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也是唯一的朋友 直到有一天, 你叫我一起去燒飯吃 我真的很開心 你給我去街市買雞翼回來, 行不行? 行了, 好 但是我走到一半的時候 我才記得原來我身上只剩幾塊 我根本不夠錢買雞翼 所以我打算走回頭, 跟你說呢? 我上來之後 我就看到那個喪屍拿著刀和你們打架 我真的很害怕 我看到你們追上去 先把我捉上去 雖然我很害怕 阿Sam 但是我還怕你有事 所以我也立刻跟上去 我追到那間廢自外校 我看不到你們 然後走走走, 我要看見你了 之後我看到喪屍在你後面 我怕他跟著你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我就打算幫你 後來就跟他打架上來了 你打架了 放… 放開, 放開, 放開 你死我, 放開 放開, 放開 放開, 放開 你走 放開, 放開, 放開… 放開… 當時我真的很害怕 我倒 não'd beiese 我不知怎麼辦까지 so I just can sit there 是吧 老闆伯伯, 全身都凍殺, 你死了 接著我聽到你們說喪屍死了 我殺了人… 那怎麼辦?我怕什麼都想不到 我只聽到你們以為是阿一殺 接著我聽到你說喪屍死了 對了, 埋了, 正好 當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你真的很聰明 幸好你那晚掛了屍死了 否則被警察發現 我可能要坐一輩子的 對, 接著我回到家 老闆不斷重覆再重覆那晚的事 我無法外出, 無法上學 我還經常看見自己死手血 我不斷洗, 洗, 洗到你的手破壞了 還有一把聲音, 他告訴我 你走上天台, 跳下去… 但我最後死不了, 知道為什麼? 我媽媽拉我下來, 接著帶我去看醫生 醫生驗到我有精神病 就送我進精神病院住了兩年 這兩年知道我怎麼過嗎? 真的, 我不斷地跑步入azar 不過我現在已經復康好了 我考保安排的時候 那張房子填上 問我有沒有精神病紀錄 我也沒有填上 而且你見我做保安時 我也沒事了, 對吧? 是… 我口口很乾, 我會喝水 對了, 今晚會中暑 我去找一口水 阿San, 睡了嗎? 還沒有 怎麼這麼快? 阿San去了探望他媽媽 最後拿一本下刊給他探望 他認不認識八個人是誰 不知道形成怎麼樣吧? 沒一個人給他就知道了 阿San打我來, 還有留言 聽說不定 是, 我終於知道誰是第八個人 San哥, 你想打電話來救你嗎? 你別這樣吧, 你別這樣 我只想跟你聊天而已 放開我 好… 對不起, 我不會傷害你的 你不會傷害我? 你知不知道你殺了多少人? 喪屍我當你是錯手上 鬼仔強, 泰家兩夫妻 還有一大坦 是問你推他給我看 他一輩子都走不了 我不想這麼做 我只想保護你而已 我已經好了精神病之後 才知道你原來已經搬走了 後來我媽媽的光顏過身 我就分配在另一條村裡住了 久不久都會回來大東村走走 想回以前的事 我知道蛋撻一直在大東村那間茶餐廳裡做 我有時候也會去茶餐廳坐下 看看他, 心想不知道他有沒有跟你聯絡呢 誰不知那天 是不是胡啟絲的家人? 我告訴你, 胡啟絲是被人殺的 你別管我是誰 總之明天三十號, 上午十點鐘 你帶領三十萬來我遲點責 收到錢, 我就什麼都告訴你 我聽到他這麼說, 我真的很生氣 他竟然為了錢想出賣你 他不是人 於是第二天, 我就吊著他的尾 看看他是否真的這麼壞, 去捕囂 你為什麼要跟著我? 你…你幹嘛捕囂? 你這樣會害死Sam哥的 他到底是誰?你為什麼會知道? 我就是當年被你們叫他買雞的那個傻子 我來了, 你叫他來 原來是你 你別這樣, 你們明明說好了 不會爆出來的 你現在為了三十萬出賣朋友 你以為我想的嗎? 九年了 我現在沒有一晚 不是想起那晚的那件事 我現在只賭錢才會忘記 誰知道賭賭一下就全身解釋 我說不起的 不要…你這樣做 你連自己也要坐牢 我沒有份 我沒有份殺措屍, 也沒有份 我站在一邊吐而已 你故意的 無論如何, 總之人又不是我殺 屍又不是我買的 他就隨便找一個人承認了就行了 不要, 我求求你不要 不要, 人是措屍我殺的 措屍我殺… 什麼?人是你殺的? 措屍我殺的 那就對了 你和我一起見那個傻子 跟他說胡啟詩就是你殺的 你這樣一定跟他說清楚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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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給錢彈他那傻子 會打給他 如果警察查到 他豈不是揭發當年的事情? 然後我就拿去活調 然後他在醫院昏迷那兩年 醫生說他全身討伴, 說不出話 我當時鬆了, 放心了 我還是去醫院探望他 他看到我也認不出我 但想不到 原來他在等機會, 想爆我糟糕 這傻子真是狡猾 但他太厲害了 他一半生都在醫院裡過 Sam哥 我知道你這個人很重感情 但他出賣你 我怕你坐牢才會為你這樣做 我只是為了我 為了我?還是為了你自己? 你根本怕別人知道你殺了喪屍? 可能一點 但我為你比較多 不然我也不會不出聲 在你身邊經常保護你 幾年前我去了一間速遞公司工作 有一天派件 派正你的會計師樓 竟然讓我遇到你 對不起… 不好意思 謝謝… 行了… 我見你真的很開心 雖然你不認得我 不過不要緊, 我只有這樣更好 之後我見到你去大廈請保安 所以我立刻考上保安牌 申請來了 梁山 我可以每天在大堂見到你一面 跟你說一句早晨 已經很足夠了 逐早停車場 謝謝… 有一陣子我見到你很不開心 擔心你不知道有什麼事 梁山 剛好你漏了一部電話 於是我在你的電話裡安裝了一個監控器 我看完你的電話裡的訊息 知道你原來乾爹進了醫院 所以你才會這麼擔心 無見這麼多年, 你還是這麼重感情 Sam哥, 你真是很好 這幾年你一直看著我 是啊, 你去過哪兒 見過什麼人, 認識過什麼 我全都知道了 因為我這樣可以保護你 如果你有事 我會立刻出來幫你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Kelly 張希文 我是陳浩 我是袁威浩 我是何以婷 馬上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 記得LIKE和SHARE